Zither Harp 当人绝望的时候 就希望有上天的帮助 百年一遇终于遇到了 我当然愉心 永遠沒有人法是100% 治好所有的病 如果你不控制到野生動物源頭 你一定是沒有辦法阻止SARS再回來 蝙蝠的SARS冠狀病毒 就可以進入其他動物 最後進入果子尼 果子尼因為數量多 SARS冠狀病毒在身體裡繁殖很多 於是就會有大量的SARS冠狀病毒 在野生動物市場 感染到一些徒宰手 接著那些徒宰手進入醫院 感染到醫生護士 甚至其他病人 接著進入社區 其中一些醫護人員 例如第一個香港的SARS病人 劉劍龍教授 他來了香港的醫院 他又進入了京華酒店 在那裡又傳給其他酒店的住客 因而整個SARS冠狀病毒 就在社區裡爆發 我們就放了一些病人進去那裡 當時我記得他們說 要躺在床上完全不要動 一動就馬上喘得很厲害了 吃飯也吃不到 因為吃飯也要吐一口氣 好像趕不及 說電話也趕不及 我特別早上是開工的 因為早上我會巡全家醫院 看看每一天有多少個新增的病人 有多少個是同事 有多少是好些的 有沒有過了新的 有沒有進入了心切治療部 過了十幾天 沒有一個好翻一點的 當人絕望的時候 就希望上天的幫助 我說 麻煩你們哪位是基督徒的 十一點來我的辦公室 那時候就是這麼大間堂 那你想想 十幾人坐在那裡 很大 大家說祈禱 沒有人敢出聲 我就說了第一句 我就說 我真的希望 你不要讓我們的無知 是讓喪失了一個人的生命 因為我們真的是無知 我們不知道什麼病 也不知道什麼藥 是吧 那一說完之後 整個房間的人都在哭 尤其是女生 大家都可能屈了很多情緒 在那一刻就抒發了出來 每一天都有人打電話 問我有沒有什麼進展 有沒有什麼可以幫到病人 我的病人快要死了 甚至我有些同事快要死了 你有什麼方法可以幫到他們 這個很大壓力 不僅是前線的醫生和護士他們害怕 他們甚至我們有些同事都擔心 那你要很清楚解釋給他們 為何我們是應該繼續工作下去 不應該退縮呢 這個病房當時就是做了那些疑似沙士個案 先放在這裡 這個位置就是8A 現在變成8H和8K 10H和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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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都是外科 全部都變成沙士的房間 再來回這個地方的感覺如何 希望以後都不用再來 去到5年在沙田另一個村 又有10個人在同一層樓那裡 一天之內就送生進來 如果又做幾百個新個案 那時候就庫德庫看不到 那些人很累 其實不是在想事情 是頭哒哒真的覺得死了 怎麼辦 做到什麼時候才可以結束呢 今天我們向各位港大的市民匯報是零個案 有這樣的成績 我想全港的市民都感到高興 為何我們能夠控制SARS呢 第一我們控制到在人類裡面的源頭 第二我們控制到動物裡面的源頭 我們要試藥 或者要試疫苗 你找一些屯鼠 你看得到嗎 你又要打藥給它 又要抽血液 現在是在做甚麼實驗 不只是SARS 而是所有觀眾的病例 我始終覺得其中我們中國人 有一件事是真的要改變的 我們對真理的探索追求 和對真理的堅持做得不夠 如果我們走得越近的真實 我們是越安全的 你距離的真實越遠 你越危險 亦都是一個教訓所有的國家 自從那次之後 沒有人敢再隱瞞疫情 每個人都第一時間通報 因為我們知道 有很多病不會立刻有藥 未必一定有 立刻有疫苗 但你越早公佈 越早去隔離 越早讓市民去預防 大家有一個大型爆發疫症的機會越小 我想最重要的是 我們要尊重野生動物 我們不要去吃它 不要去搞它 它有它生存的空間 你不要去破壞它 你破壞它棲息的地方 它就唯有飛進你的家 在雙城記中 一開始說 這個是最壞的時刻 這是最好的時刻 這個就是我們一生受訓練 今天是能夠最發揮到自己的工作 所有疫症都一樣 每一個人都有責任幫忙 我去防止疫症發生